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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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早餐 面包加上起司 你吃饭 妈妈 妈妈 能听见吗 听到了 现在那里很热吗 北京热不热 现在现在很雨 那就凉快了是不是 嗯 我天 什么 颈椎有点什么 腰椎有点弯曲 什么胸椎有点 反正好多 好几个地方都有点小毛病 但是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 嗯 嗯 可以注意身体啊 好 好 中国 那是我从小生长的母国 文化 语言 亲人 朋友 嗯 就是它像血缘一样 是不可能隔断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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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花泽住的地方 这个房间是客厅 这个是它的卧室 住了十几年了这年已经 哦 它的去年呢 一月二十八九号走的 零一一年 嗯 这是我的父母亲 是它的外公外婆 他小的时候拍的 这是我父亲抱的他拍的 这是他可能参加工作以后的这是 十几岁的时候拍的 这是他可能参加工作以后的这是 这个照片拍的更震动一些 我父亲很喜欢他 就说他书读的好嘛 也更喜欢他 那一来就跟他探讨一些文学啊 什么什么马列主义啊 这种都说这些 丁娜说这些 我父亲 解放棋什么运动都爱斗的 所以他还看在眼里可能 我以为他会做律师 后来到东南大学他还搞这些节目 该搞这些节目就是采访啊什么的 就要写一写吧 可能有个锻炼他写的东西 我看他上面写他是编辑嘛 要不就编导嘛什么的 他喜欢出去旅游 有时候造一些相片回来 这个肯定是埃及的 对他以前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博客 然后主要都是做旅行方面的内容 像这个是我们是在这个以色列的 红海边上的一个水下餐厅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叙利亚 然后像这本杂志上呢 是我们那年从最后一次旅行 从以色列回来以后 我给他拍的照片 当时正好是给了这个商务旅行杂志刊登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华泽 而且在这个四海上面的漂浮 然后我就给华泽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是的 这个是我跟华泽的最后一次旅行 他说在博客上面好像写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被封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当然因为我是知道这个 有时候博客 经常很多人博客就被封掉了 那我其实认为这个因为 如果你只是当一个爱好业余时间写着玩玩的话 其实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互联网以来 你就是一直都知道 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 因为因为我们不去触碰那些东西 基本上 但是我们是从谷歌被 就是中国政府管制以后才会了解 因为知道谷歌上很多内容你是搜不出来的 你没有很震撼 不是震撼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说了 其实对我们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内容来讲 这些它不是我们特别感兴趣 或者说特别渴望去了解的内容 所以没有什么样的一种 特别大的妨碍觉得 我第一次知道互联网封锁 就是四川地震的时候 提醒 提醒 还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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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电视画面里都看到就是 学校倒的粉碎 然后边上还有其他的楼还在 就很多人质疑这个是豆腐炸工程 当时政府都是说我们会追查到底 当时你看他那些宣传啊什么 你就也相信他会一直会追查到底的 我们应该坚信啊 我们应该坚信啊 有党和政府的情绪观点 有解放军 武警部队 全力这个救灾 有全国人民的配支援 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眼神的难关 对 将你们放心 但是后面就就没有人查 然后就说有一些支援者他们自己去调查 然后他就被判刑了 那我一看这个人是我很多年以前的朋友 谈作人 就这件事情让我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吃惊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就开始就是想搜索他的 他的情况嘛 我就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是打不开的 就跟他有关 就这个消息完全被屏蔽掉了 我那个时候也常常会比如说点某一个文章 发现点不开 网页无法显示 那打不开我以为就是技术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互联网封锁 但很快网友就知道我是很无知的嘛 就很热心的就跟我说 你会翻墙吗 什么的 我说什么是翻墙不知道 然后他就教我 然后我就很快就注册了Twitter 然后那个注册了Skype 然后有了翻墙软件知道 哦原来打不开是因为网络封锁 那那段时间我就 就那是大概是就是2010年的春节 那时候我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那个整个的那个春节 我就过得特别的不好 我就就是通过那些就是翻墙啊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说我那一个春节过得很糟糕 我说我翻过一座墙又一座墙 然后知道了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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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政府会认真地听取你们的意见 相信政府会检究好和亲和亲的 检究好你们的一些诉求 整整一百天以后再次来到北川中旭这个悲惨的现场 我的悲伤的心情还是没有过去 因为这一次天灾也好 这个人为也好 它的一些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A Chinese activist has been arrested for investigating school collapses during China's Sichuan earthquake Tan Zorin, a writer and environmentalist from Chengdu in Sichuan province is facing charge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it's a charge Chinese courts often use to suppress critics of the regime 对他们已经破坏了 他们已经破坏了 他们已经破坏了 他们是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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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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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做警察的吗 是这样的一个认识 对不对 你没有人有法的程序 你应该告诉我 这样子的 你应该当时关的时候 他会复这个责任 对不对 你关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 而不是关完以后发现责任 你知道吗 这个情况我要先去了解 你不能关了人再了解吧 那你为什么不关我再了解 你现在关我了解 好吗 你不就叫什么逻辑 作为公安来说 这个人没罪 你关了他再去了解他情况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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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 小长我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这个 别动 你别动 为谈作人作证 为谈作人被控诉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了五年刑 在作证过程中呢 遭受了警察的这个暴力 支持我的脑部出血 然后差点损失了这个生命 当然这互联网在中国是被政府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每一条这个推特我们发的都受到国保部门的严重的这种审查和关注 那么他可以最近可以看到有些国保甚至通过你在推特上发出来的信息到这些发推的人的所在单位对个人进行实施这种威胁和控制的情况已经有所出现 Pu Zheqiang or well-known Chinese rights lawyer is standing trial on charges ofО持人 entitled 这个患者 他现在 face up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if convicted 他名买上然后是 56 그리고他几剪 在文革之后,我们知道反革命罪已经没有了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以为中国已经没有政治犯了 那所以看了这些人,这些人是政治犯啊,跟文革没有差别啊 那个大概应该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吧 在那之前,我的生活特别简单 就是拍历史纪录片,然后看的都是历史的书,历史的故事 然后拍的都是阳春白雪的东西 工作非常忙,然后打交道的也都是学者,知识分子 然后每年有假期我就会去国外旅行 就是生活非常简单,非常单纯 没有,我对不起 我真的有心疯了 我真的有心疯了 我就是误会了 我感到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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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试看把颈椎有几条小神经往它这个关节的小神经 我们试试看用热疗把这个神经挡掉 如果我不做点什么的话 就是你觉得生活不能继续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喂 梁绿好久没有看到你在线 你现在在香港还在北京啊 我在香港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 最后一次律师去看宋哲 他那边情况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 带着手铐脚镣 手也 头发特长 然后手也差点被打断了 为什么呀 然后逼他写那个回过书什么的 是不是写了就会放他呢 其实没说写了就放 但是就逼他写 他不写就打他吗 好吗 对 他说态度不好 就你先写一个他的现在的生活现状 比如说有哪些困难啊什么的 你写一个这个二三百字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给我 然后我来想想办法 就是这些这些事情之后发生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叫寻找中国之路 我觉得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多人参与到这个变革之中去 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文章 我们可以为一些人呼吁什么的 大概两天半之后吧 就已经好像几万的那个点击量了 两天半之后就被删掉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我就很气愤 其实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就很愤怒 我就说我要起诉他们 我说你们你们这个侵犯了我的权利 你既然是一个网络平台 你凭什么随便删我 你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那当时我就我就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我要起诉他们 然后有一天凌晨 我家电话就响了 然后就说我们看到你写的文章 在网上 说我们想跟你谈一谈 对那是我第一次被警察关照 应该是过了几天吧 制片人就找我谈话 就说你怎么怎么惹到警察了 那他就说你这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他说上级领导不管你什么原因 就是你惹麻烦了 他说你能不能不起诉 我说我本来倒没有想一定要起诉的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我说我现在我倒一定要起诉了 我说那你如果觉得会给你惹麻烦的话 那我就辞职好了 北京网民华泽女士 在今年二月下旬发表一篇名为 寻找中国之路网络大讨论的帖子 在凯迪猫眼得到热烈回响 三天后被删除 投诉无门下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不过法院没有受理 我不断地追问那个法官 宪法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 你不受理 你也要给我一个不受理的理由 和一个财信书 但是完全没有 我对法律完全丧失了信心 我是带了一本宪法去的 那本宪法是红色的 就整个过程我不断地在问他 那个人就说 我不能 就这次整个像一个行为艺术一样就结束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开始参与一些维权的活动 福建省闽清县女孩严晓菱 已遭奸杀名案 闽清县当局逼迫严晓菱的母亲林秀英不要告状 据描述 年轻漂亮的严晓菱 受到福建闽清县一位黑社会头目聂志雄 以家人的性命做威胁 逼迫她进行卖淫 有消息说 聂志雄与县公安局副局长林宗颖 以及县检察院的图性检察官关系良好 这一年多来 林秀英层层层上访投诉 也到过北京求助 但伐人稳心 女儿的命案始终是个谜团 我现在就是想讨为公道 我女儿知道怎么像这样的死了 死都不明目 4163网友案是福建 发生在福建的 就是三个网友因为帮助那个访民 然后把她的 她的那个 就是她自己讲述的 她的那个女儿的死的过程 就拍下来以后 放到网上去 然后帮她把那些写文章 就是把她的那个口述的资料 放到网上去 结果三个人被抓了 而且被判刑了 那这个当时是在互联网上 在国内的互联网上 就认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从6月26号到7月中旬 因代书上传严小林案的网帖 以及拍摄上传了严小林母亲 林秀英口述案件的视频 网友范某 吴华 尤伟等人 先后被警方以涉嫌诽谤罪 刑事拘留 现在就不让我们警察 然后我们我们继续 叫他们对吧 但是我们不理他们 我们也知道了 到了这个警察的盟口 但是他们就几个汉子 把这个盟口吧 打着门我们 对门也不让进 我们说你总要解决问题吧 如果说你认为他违法了 那你就走刑事 走刑事这个 你拘留或者怎么样 对吧 你总处置什么 他为了哪条法令 但是他们不跟我们对话 现在我们在外面 让我进去 我自首 我们是一块的 自首可以吗 自首可以吗 他不自首都抓了 那我自首 我自首可以吗 上一次流反过下 我自己的 没什么抓他 他们为什么反了 为什么反了 你们叫非法拘禁 对这个事件很大 在中国算是 维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是网上不同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 有数百人到了那个地方 门口 但是我们去 要求旁听不能去 我拍了一个片子 大概三十多分钟的 就是讲整个我们去的过程 法庭我们在门口声援 然后就是喊口号 说那个他们是无罪的 什么 然后唱过几歌 游京佑 无罪 游京佑 无罪 我们爱你们 我们爱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我感觉赫苏格这能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 我感觉这能 跟我这种心得很相像 他就觉得 就觉得一种对社会任何事情都觉得一种 强烈的一种参与的一种 一种愿望 他都想 就要这些事情是有问题的 社会很多事情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 他不认为这个问题 跟他无方 他只要知道 他都想 可能不是自己能改变 但是他要想和设法 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一些行为来改变 无罪 无罪 这个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就是共产党所施压的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做那个 你不能说这个话 你不能说那个话 那么在这种恐怖的这种教育体制 和死犯的教育体制之后 人缺乏一种自由的思考 2010年之后呢 我开始拍摄了人权纪录片 拍摄了有 吊召门 应激避难场所 然后贺索格的日子 三网有案的全程记录 才是一样 一项 有一个案子 好 是 那个案子 我们要看 有一个案子 然后 要有一个案子 没办法 封锻 在这种案子 我晓得了 我还不見了 我从来 真的 我这一身 我晓得了 我会 在这种案子 但是我又早就死了 以前我 那时辈会 任何人 我只想要公立地去保障 你如果用法律下去 我只想自己 我只想自己 我只想你 只想你 我只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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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想你 你不想自己做 我只想你 只想你 不想你 我只想你 你只想你 但是我也这个提醒 未知一个护士 不然我协谈恐怕 我还工和男人 我协不怕 然后我协谈 我协不怕 我协不怕 他们很大的任何弱 被劳教 被判刑 还有一些维权律师 在职业过程中被殴打 还有更多的一些律师 他们就因为参与人权案件 不能够通过年检 然后有一些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 我本人也是因为参与人权案件 被吊销律师证 所以对律师的这种打压越来越严 自从拍人权纪录片之后 我就进入了官方的黑名单 这黑名单的意思就是 你已经被国家安全部门所重点关注了 你的出境是受到限制的 甚至你离开北京也是要受到限制的 在敏感时期 什么叫敏感时期就是六四 或者北京开什么两会 开什么这些官方大型会议的时候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些 人权的这些朋友们被法庭审判 我们要到法院门口去声援 那在这个开庭时间 这一段期间他就会对你进行软禁 在中国你要讲非法拘禁没有办法说 所有的朋友都被软禁 比如说 有朋友来见我打个电话 咱们去这吃 吃个饭吧 好 五分钟以后警察打电话来了 你是不是要跟谁谁谁吃饭 不许去 那你就明显地 我的电话是被监控的 那中国的这种自由 我估计美国观众 他肯定没办法理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不是秘密警察了 他就是 就是 他告诉你我就是警察 我就在看着你的 你的电话我就是听的 我们去查一下 这 这 这 不能啊 您 不能啊 您问谁 您问谁 什么都好 我们先告诉你们是谁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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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让我们去吃 你们就这么玩 可以 来吧 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 你跟我们在做 就是警察 这是一个 这个我们就要警报 这里有人在这里 其实都没听 你们相信 你们内心相信 我们还欺负吗 我们到了罗加州 就来过 然后我们来欺负 我们就是律师 记者 导演 大学教授 我们都没干准 我们从全部 来欺负的 自己心里能不能相信 我们自己心里都明白 我们 我们 到处 讲信 全面 你再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再去记录 来 音乐 你再给 蛮 就是 常 真的是 这就是力量 穿梁之间的力量是刚 是刚一天的名字 刚才想 向着发现实力 这 向着发现实力 这就是发现实力 向着发现实力 开过 向着发现实力 开过 向着发现实力 这就是我 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 我们认为 相对民主要完善的国家 它也是经过很多人在不断的努力 在争取 用什么方式争取 什么方式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这是我关心的 我不觉得美国 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了 但是美国的不完美 跟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因为经常有朋友告诉我说 美国也有人权的问题 我相信 比如说种族歧视什么的 都有 没问题 但是它跟中国不是一个层面 我们还在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就是我们还有政治犯 因为你写了一篇文章 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被关进监局里十年八年 然后你得不到基本的律师的辩护 我们在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不是一个层面的 这个是我二零一零年十月 就是跟着滕彪去拍片子 三网有案之后我就在想 因为我跟律师结束的最多 我觉得知道他们经历了很多危险 有很多人都被吊销了执照 有 有很多人曾经被绑架 被用黑头套绑走 后来我想我应该拍一个纪录片 去做一些案件的时候 或者记录一些人权事件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 有的时候被警察带去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肢体冲突 甚至被打 被关 都是有可能的 那华泽他愿意跟我们去拍摄 我想他肯定知道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 这位同长 你是媒体缸子哪呢 我不是 我拍他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我在拍他 你有律师 你不在随便拍 我不是有鬼 我不是拍你 我没拍你 拍他了啊 我不是拍他 你说你找时候拿什么东西 犯什么东西 你说你挑白眼睿 什么都没给啊 也没让人再进去 也没给啊一个情代 那后来就是 冷博全人权案就开庭说你去了 去了 嗯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害者 这个时候他就他就明白 明白这个 你不能对别人这种 人权被侵犯 莫不关心 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 自然 我又不是影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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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歷史的歷史》 中しか�� проп вместю情條 劉小卜贏了自己日本職位 當時我覺得這是 such a great update 對於中國的民主事業 對於中國的人權運動來說 要讓世界再一次 聚焦中國的人權狀況 劉小波ボー has won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劉瓦是 currently serving in the 11 year present sentence in China he is the first Chinese national to win the prize 当时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对中国的民主事业 对中国的人权运动来说 他会让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国的人权状况 和政治体制的一些问题 因为刘晓波或邻威尔克勇奖 这件事情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他们就是把一切有可能去帮刘晓波 他们都被限制签起 所以我们大概是27号要回到北京 那唐彪就跟我说你回去可能会有麻烦 不是应该在飞机上也讨论过 讨论过这个风险 因为刘晓波被抓之后 很多人被软禁 或者被强制带离北京等等 当时也是感觉到 华泽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想起来 应该我建议他不要回到家里去 而是住在我们那个办公室 从丹东到北京的飞机 是三点多钟到 三点多钟到 然后从机场到他家 可能就是四十多分钟 然后我放下行李 打了一个电话就出来 抓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天天的 定点的 华泽回家 华泽回家 只能在网上喊口号 然后没有任何消息来源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他的消息 而且给他打电话 也都找不到他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担心 知道这个信息 第一反应就是 马上要在推特上发布 那一般来说 就是要通过网络 来让大家关注这个人 关注这个人 现在被关了多少天 现在还没放 持续的关注 才能使政府感觉到一定的压力 否则的话 如果人被抓了 没有任何关注 那这个后果就 就比较可怕 一般来说他都是一个礼拜 不会超过十天就会给我打电话 那一段时间很久没联系 我就好着急 我怎么了 反应就是为他担心嘛 我让他不要管这些事嘛 你就管你自己的生活嘛 你又管不了那么多 他说都像你这样那个 他说人权根本就解决不了了 这个样子越来越厉害 一点人权都没有 他说的反正很有道理的嘛 没法说服我 对吧 我也没法说服他 我就答应他回不来了 是吧 ahahah 中队有醒来过就是我在车上车在走 然后我是头朝下脚朝上 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受了伤 就一直到现在还有暴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就是一盆水扔凉水铺在我的脸上 所以我看不清楚边上是什么 然后就很多人影在这里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 所以我知道这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很极端的措施 就是为了恐吓 就是把我这样人挺起来 然后从地上放到了一根凳子上面 那个凳子是一个硬凳子 然后应该是靠墙放的 我就觉得我的头就撞到那个墙上了 然后最后那次醒来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是躺在一张床上 然后就告诉你说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到这里来了 你如果不合作的话 我们就会把你拉出去活埋 我就把人不合作的 他们就是又把黑头朝带着我 他们像货物一样把我又塞进来车里面 后来我就听到就是火车站的声音 到那儿之后就是有 就是有全天24小时有人看守我嘛 有两个女的两个男的一班 然后是一共是八个人 我就是三个女的二班 就是云春夏的一班 那么不合作的 那就是要做的 就像我一样的男的状态 我最后一同就是 就是你 这么一样的高决 你里面上看 就是赌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a. We regret that the lawyerate is not present.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wyerate's wife, Liu Xiaobo,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因为刘晓波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肯定是限制我出境嘛 那么刘晓波颁奖这个活动完了 他就应该放我出来了 我是12月20号放出来的 放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写那篇我在整个里面的那个经理的文章 写出来之后 就开始在推特上有人攻击我 就有人传播消息说 我是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这一切经理都是我编造的 这一切经理都是我编造的 但我相信肯定是就是有人故意传这个消息出来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相信了 说你想他那么好的工作 那么好的这个条件 就辞了职 然后就参与到这个 而且这么快就参与得那么深 而且这么快就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对待 说人家都会比较长的时间 那就这么短的时间 就肯定是故意来打进内部 然后用这些苦肉计啊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就 就觉得心里挺受伤的 就比我被抓进去这件事情 还让我感到害怕 所以当时我美国那个朋友说 那你就出来休息一段时间吧 如果我有选择我当然想回去 即使我未来比如说五年以后 我的英文要比现在好很多了 但是我想他都不会达到 我自己想理想的状态 我现在没有护照了 我在美国能有一个就是 很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支柱 其实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的那个 所有的精神支柱都是在中国 而且维持我能够继续做下去 所有的事情的这个因素 都是来自于中国 你觉得这次 这次挺特别太匆忙了 还好 还好 主要就是准备那个三场演讲 一月份 我去年一月底来的 是一月三十号那天 直接就到了纽约 对我直接到了纽约 然后很快国内就那个茉莉花了 对我出来大概十几天嘛 十几天就知道你们被都被抓了 然后进去的人就都跟我说是 好像这一次就基本上是会 所有把比较活跃的人都会抓进去一遍 你回来肯定是会抓进去的 所以那我就在寻求一些办法是能够待得更长一点 但是我的签证是没有办法了嘛 就要到了 然后正好哥伦比亚大学 他们说好 我可以把你 就邀请你到这里 所以我现在实际上 大多时间在 在读 在上学 在学习 学 学英语 对 主要 主要学英语 在 你在深圳那边 就是深圳当地有没有国防观的 有啊 也有 是吧 对啊 他们今天会来找你 对啊 那经职吗 还是就是说应不应付北京那边的事 你可以去广州见你 一定是不太好吗 在正确的时间可以 不能在错误的时间期间错误的人 可以在正确的时间期间正确的人 就是后来会知道的 因为之前她妻子 就是 律师已经不能见她了嘛 那她妻子还没有开始见她 这个 这张会不会影响这个 这个干部对她的待遇 我不是说你能不能说你能有小伙子 也很少,更多, but they're 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tangle with China, because China is such a big economic power, to tangle with China on the human rights issue. And in the US, the US government is on again, off again about that, because it also needs Chinese cooperation in a lot of are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所以我会说 美国政府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刻会关闭上 我们的对秘密 我们必须支持他们 我们必须有所有 自由自由 我们必须说 对秘密的 任何地方 如果我们是静 对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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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的 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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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teresting book that I recommend to you and the book includes the stories of various people who've been kidnapped by the Chinese political police and detained for periods of time including Hwaza herself who was detained for a couple of months and her story is in here and it's a very frightening story I'm honored to be here on behalf of my friend Xu Zhiyong leaves me with a feeling of grand sadness this very moment Zhiyong is serving the present sentence in China about weeks before the code issued When I'm going to have any questions I can't be thinking of when I'm coming back from my home I just feel that I couldn't do much harm but it's because it's just because I'm in general I'm still eating not sure 我现在又做了一些项目 包括对一些酷刑的调查 我现在也在做一些 维权工作的保护 包括我现在想做的 这个非暴力的培训 所以我觉得可能 目前我做的事情 在国外更适合 而你如果这些事情 做成了的话 你就离家 可能就越来越远 2025 initiative, which they say is China is threatening high value U.S. exports cars, crude oil, cash crops like soybeans, farm goods here are strategically hit states and really county by county.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fema.gov www.fema.gov www.fema.gov